2024年1月,全世界的焦点仍然是缅北国杆老街,但是,刚刚发生在国杆四大家族首富刘阿宝身上的一件事,却是直接震惊全缅甸。 在刚刚,缅甸方面传出一爆炸性特大新闻,称国杆四大家族首富刘阿宝的金库,被同盟军发现,而刘阿宝的这个金库所葬地,真的太特别了,让谁也想不到。 缅甸媒体披露,刘阿宝的金库,居然建在老街北面的老人山上,而藏的地方更是在刘阿宝家的祖坟旁。缅甸方面媒体披露,刘阿宝的金库上下分三层,以山市而建。 金库里面的地面,四壁和大门全部用999纯金打造,每层里面的黄金分六堆堆放,每堆黄金占地三十方,高八米,足足有二十吨重,六堆黄金中间都摆放一只大金牛,重量达一吨。 换言之,刘阿宝的这个金库,黄金总量超过350吨,太惊人了,难怪刘阿宝号称国敢首富,这段时间更是向守军太派献金和金条,果然是有料。 从缅甸媒体昨天爆料称,发现白锁成金库,今天又发现刘阿宝金库来看,同盟军在老街除了削脚守军,可白锁成为首的四大家族电炸首脑外,还忙于搜索四大家族的金库。 的确如此,打仗要钱,四大家族的金库,刚好为同盟军提供战斗用的经费,何乐而不为?看来,黄德人又可以装备两个军了,白锁成的钱藏在哪里?白锁成的钱已被同盟军找到了,可以预计白锁成现在心里在滴血。 以前在一方称霸的白锁成,如今仓皇出逃,但钱还留在那里,他认为藏钱的地方是万无一失的,然而被彭德人部队找到了,是在白家酒房的位置,发现了大批现金。 经过详细盘点,有上亿人民币,新年之际正好给同盟军发红包了,这个金库还藏有金条,目前尚在盘点之中。 据悉这种小金库不至于一个,由于白锁成仓促出逃,不可能全部带走,同盟军会顺藤落挂,抓紧苏茶白家祖坟,也可能是藏物地点。 身在内比兜的白锁成,看到这一切,也许大腿都要拍轻了,这的确是钱人重数,后人纳粮,本来缺钱的同盟军,有了这笔钱,今后添置武器可以大手大脚了。 部队人员的工资也解决了,目前果敢同盟军在老街的战局,由果敢同盟军全面控制,但尚有零星的战斗出现,将战还会持续一段时间,尔明昂来也死不罢休。 不时的派出轰炸机轰炸老街,很多老百姓房子被炸毁,还是期待双方能坐下来谈判,半以白锁成已经兵败,再无翻身机会了,还是早一点承认失败。 如果这些轰炸下去,受损失的只是老百姓,以后老百姓们会恨死他们。 白锁成在同盟军攻入老街之前,花费重金靠上了手下的精锐卫队,这些人驾驶着装甲车和重型皮卡,互为着白锁成冲出了包围圈。 大量的皮卡和装甲车被击毁,白锁成失踪,目前暂时没有消息,而绵北最嚣张的白家二儿子白鹰仓,则逃到山上躲了起来。 同盟军目前还没来得及搜山抓他,根据同盟军拍摄的照片,白鹰仓收藏了钢铁侠手办、蓝博基尼轿车等奢侈品,已经全部被缴获。 同盟军攻下绵北重镇,年前,同盟军发布了一条不太起眼的消息,攻占了大猛仪。 虽然此前同盟军的战斗中,从未提及过大猛仪,但从当地网友发的消息来看,开战之初,同盟军就联合德昂军在攻打此地,免军不断出动战机驻战,许多房屋都被炸毁,其激烈程度甚至超过果敢地区。 同盟军与德昂军花了两个多月才拿下大猛仪,大多数国人对这个地名应该非常陌生,但此地对同盟军来说极为重要。 从地图上来看,同盟军在怒江以西地区的地盘,与德昂军的地盘大致以三号公路为界,南面则未超过三十四号公路。 如果能取得最后的胜利,同盟军极有可能以此范围为新的辖区,他们自然不希望免军在自己辖区内留下一颗钉子。 最为重要的是,大猛一地区有十多万华人,与国敢常驻人口相当,如果运营得当,能极大的扩充同盟军的兵源。 不过虽然同为华人,历史上大猛一地区的华人都支持免军,多次协助免军作战,2016年还集体加入免族,这大概也是免军能在这里,守两个月之久的重要原因。 同盟军能否消化这块地盘还是个未知数,大猛一地区的华人到底什么来历,他们为何会加入免族? 救过缅甸领导人一命,根据大猛一地区华人编写的历史,他们已经在缅甸生活了四百多年,其中可以考证的历史,也有二百七十多年。 缅甸共榜王朝初期实力强大,曾多次袭扰中国边境,乾隆大帝调兵与其作战多年,难分胜负,边境一些吐司被共榜王朝征服。 1752年,缅甸讨伐泰国,一名叫段武的汉人带领部署,随缅甸征战并立下战功,缅甸准许其族人在缅甸居住,并封其为世袭吐司。 段武级族人一开始居住在一个叫劳蒙吻的地方,几次搬迁后来到大蒙夷,如今蒙吻成了对整个族群的称呼。 也是从这时起,蒙吻人世世代代都忠于缅甸,他们与国感华人有着极大的不同。 国感华人是因为近代边界的移动,才成为缅甸人,且从来未被缅族真正意义上统治过。 两边虽然都说云南方言,但语调却不一样,蒙吻吐司传道十三代,直到一九六二年缅甸废除吐司制度,蒙吻的末代吐司叫段昭文,他与国感还有过一段姻缘,去了国感吐司杨文炳的次女杨金秀。 杨二小姐能提枪上马打仗,脾气火爆,后来还控制着国感的部队,彭家生、罗星汉等人都曾是其手下。 段昭文虽然有文化,但性格柔弱,却又流露着想取小切的想法,两人最终分开,但他的儿子段昕志,现在仍然是大蒙一地区治安队的负责人。 缅北华人圈子太小,东拉西扯总能扯上点关系,不过遗憾的是,如今双方兵戎相见,蒙吻人一向支持缅甸政府。 六十年代初缅甸军人政府上台,与北方山地民族矛盾计划,导致少数民族武装反抗。 缅甸政府命令蒙吻人组织的自卫队,一方面维护该地区治安,一方面用于对抗少数民族武装。 但后来由于自卫队,利用马帮不断往来泰国,贩卖物资,购买武器日渐壮大,缅甸政府又不放心,于是下令将自卫队缩编成治安队。 蒙吻人毫无怨言,立即执行,这是治安队里,涌现出一个非常能干的年轻人,叫王国达。 当时缅军八十八十一个团驻在大蒙夷,团长是丹瑞少校,王国达负责地方治安队,因此常与丹瑞有联系,双方很熟悉,当时他可能也想不到,丹瑞日后会成为缅甸的最高领导人,并对蒙吻人的命运产生至为关键的影响。 1980年初,已经升任八十八十师长的丹瑞,到善邦东部的景东一带与缅共作战,为了解决后勤运输问题,他点名叫王国达组织马邦,王国达不负厚望,在短短一个月内,便购买到135匹罗马,又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,才赶到景洞,当时山民都不愿离开家乡, 因为缅北丛林里瘴气很重,医疗水平又很落后,进入陌生地方很容易患上瘧疾导致身亡,王国达确认率领马邦,长途跋涉支持缅军作战,体现出蒙吻族对缅甸的忠诚,也让丹瑞市长非常感动。 在疑似行军途中,部队遭到敌军伏击,丹瑞施长,重战负重伤,由于施血过多,军医决定就地手术,需要输血,但身边好几名官兵的血型都不匹配,丹瑞命在旦夕,挤得军医团团转。 从后面赶上来的王国达听到消息后,急忙赶过来咽血,恰好与丹瑞的血型相符,手术才得以顺利进行,王国达算是救了丹瑞一命,后来两人感情极深。 2006年,时任缅甸国家领导人丹瑞大将,到缅北市场,一下飞机就拉着王国达的手,一直走到机场大厅, 侍卫长不明就里,悄悄跑到王国达身边,低声告诉他,不要再拉着丹瑞主席的手,王国达叫他看是谁拉着谁, 侍卫长看后尴尬一笑,组织马帮后不久,大蒙一地区的形势变得紧张,缅军要求王国达回乡负责治安队, 他逐步将治安队,从200多人扩建到1000多人,并多次配合缅军与缅共作战, 从1968年到1989年,这21年间,缅共一直打不下大蒙一,这个眼皮子底下的巨脸,正是因为蒙吻人支持的是缅军, 缅共瓦解后,王国达还率领治安队,配合缅军与克钦独立军作战,参加过大的小小十四次战役, 王国达组织的马帮,共为缅军服务了13年,有八人牺牲在战场上,还有八人在行军途中顶王, 他先后与七位缅军师长共事,日后他们大多成为缅甸高层领导,正是有这层关系, 蒙吻人与缅族的关系很亲密,也是为数不多的,能得到缅族信任的华人群体,如果缅军力量足够强大,还能保护他们, 但从现在情况来看,蒙吻人的处境变得很尴尬,同盟军攻下了大猛仪,但他们从未被同盟军统治过,内心情感非常复杂, 普遍抵触同盟军,尤其是抓兵事件刚发生不久,大部分大猛仪年轻人并不认同同盟军, 他们认为免足人再坏,无非就是收点过路费,遇到类似情况,也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, 但同盟军抓人去战场是要送命的,另外缅甸传来消息,缅甸军方得到情报后主动爆料, 缅北四大家族排名第二个卫超人,全家已经成功逃到泰国,是谁协助他成功逃出了老街, 又是谁一路护送他逃到泰国,在果敢从事电炸的四大家族,排名第二是卫超人, 他创立了亨利集团,从事电炸、赌博,凭借优势的武力,魏家势力强大,又有经商头脑, 不但在果敢进行电炸,而且走出缅甸,在柬埔寨、泰国,建立和掌控着新的电炸园区, 卫超人以前跟随彭家生从军,从基层被提拔到参谋长,军区撕裂, 是彭家生手下大将,背叛彭家生之后,他和他弟弟魏怀仁控制着果敢边防营, 这是一支相对正规的部队,装备有不少重武器,因为他在柬埔寨和泰国也有电炸园区, 也就和柬埔寨泰国某些方面有关系网,既然是缅甸军方爆料, 就不可能是缅甸军方协助他逃跑的,缅甸军方声称根据自己的情报, 卫超人全家已经成功出逃到泰国了,因为他在泰国也有产业,想抓他不是件容易的事, 缅甸军方似乎全程掌握他的行踪,四大家族排名第二个卫超人, 携带子女三人,在12月20日先逃进老街后的大山,在山里人的基硬下, 几日后乔装改办混入难民中间,从大山逆临向庙瓦底行进, 到庙瓦底停留四日,从口岸入境泰国,而且一路上有一伙身份不明, 身着便装携带武器的神秘人沿路护送,没有出现任何差错, 没有发生开火,全程平静抵达泰国,消息传出后, 网友们扎过了,果敢老街被果敢同盟军团团包围, 魏家三人是如何逃出包围圈,难道同盟军中有内应, 他们是如何突破拦截,一路毫无阻碍到缅太为暗入境泰国, 神秘护送队员是哪方面的力量,这些都不得而知, 反正现在人已到泰国,魏超人在泰国有产业园区, 所谓产业也就是电炸,不用说在泰国当地也有保护伞, 现在网友们关心的是,既然发了通缉令,能不能抓捕归案, 当然也不排除这是魏超人,或者缅甸军方放的烟雾弹, 也许他仍然被困在老街,但是他不论藏在那, 既然通缉令发了,就要抓捕归案,魏超人之地魏怀仁, 是魏家当前实际的掌舵人,经营着老街赫赫有名的新锦江赌场, 并控制着国赶边防营,魏家由此是四大家族中, 唯一手握政府军事力量的势力,其他三个家族只拥有民兵, 魏怀仁长子魏清松,至缅甸善邦国赶自治区, 1006边防营监察委员会委员, 至电诈园区微城科技园区的幕后老板, 该园区已插翅南陶闻名, 魏超人女儿魏荣则为亨利集团董事长, 亨利集团曾被报以酒店、房地产和珠宝经营为幌子, 但背后涉及电诈和赌博等灰黑色产业, 产业范围延伸到柬埔寨和泰国, 位于老鸡的亨利大酒店和新锦江酒店是魏家的产业, 是当地地标性建筑,也是著名赌场魏清涛, 1997年生,是魏超人的儿子魏荣的弟弟, 担任亨利集团总裁国赶警察营一连副连长, 他还和刘家的刘正奇有上家属关系, 在国赶青年联合会,刘正奇是会长, 他是副会长,在国赶公益慈善联合会, 刘正奇是理事长,他是副理事长, 此前报道,吉里缅北刘氏家族, 六天前旗下赌场仍在招聘, 人前乐善好施,曾捐六百多万, 魏荣掌管的亨利集团, 在缅甸拥有众多分公司, 其中老街有五个, 善邦和仰光有三个, 员工总数超过五千人, 总占地面积达到16.5万平方米, 在魏家二代中, 魏荣以其出色的新媒体运营能力而著称, 他擅长运用各种新媒体手段, 进行宣传和包装, 招募了一批俊男靓女, 并通过短视频、直播等方式, 将全世界展示缅北的魅力, 他的互联网嗅觉敏锐, 使得亨利集团的商业版图, 不仅局限于缅甸, 还延伸到了柬埔寨、泰国等, 可能这也正是魏家逃往泰国的真实原因, 魏荣还继承了父辈传统, 通过捐款捐物的新闻, 来塑造自己的慈善形象, 不过他的新闻图片更加清晰和专业, 魏荣的亨利医院, 开创了果敢自治区医疗行业中, 慈善与商业经营相结合的先例, 声称要为经济困难的患者提供免费治疗, 魏清涛与姐姐不同, 他虽然同样擅长新媒体运营, 但他更喜欢炫耀自己的奢华生活, 例如展示价值数百万的名表, 和在夜店撒钱的场景, 其社交账号粉丝超五万, 魏清涛热爱唱歌, 曾担任过果敢梦之声歌唱比赛的评委, 并且对篮球情有独钟, 是今年果敢金秋杯, 男子篮球友谊赛的活动赞助商代表, 9月30日, 魏清涛的社交平台停止更新, 不久后魏清涛的忏悔视频流出, 他在视频中, 呼吁家族释放诈骗园区的中国公民, 他们做电诈挣的钱, 都是中国老百姓的养老钱, 还有一些是看病钱, 甚至是救命钱, 多少家庭支离破碎, 多少人也倾家荡产, 他们家族这样下去也绝不是办法, 绝不能再从事电诈活动了, 绝不能再对中国人民造成伤害了, 这次中国政府下定决心, 不清楚电诈绝不收兵, 他们千万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了, 如果在他们园区出现中国人伤亡的现象, 哪怕是一个, 这个后果他们根本承担不起的, 中国政府也一定会让他们血债血偿, 近日,同盟军与四大家族民团, 在国赶老街发生激战, 据相关现场视频显示, 一把炮弹在金象城附近落下, 至少有两名行人当场被炸飞, 随着战事白热化, 逗留在老街的数万老百姓, 生命受到严重威胁, 当然还有不少中国人在缅北尚未撤离的, 12月21日, 同盟军占领1006边防营, 观印山, 万象城, 白家酒厂, 大楼等地, 据同盟消息, 这两天白家和魏家的核心骨干, 各有两人已经落网, 近日应该很快就会有通缉犯移交的信息, 根据最新的各方兵力和时控区情况, 尚未撤走的缅军, 目前遭到了果敢同盟军的包围, 被挤压在老街东城至大水塘的西部区域, 南至缅甸军司令部, 北至中国的国界, 在红线内的区域, 代表缅甸军队的完全控制区域, 而黄线以内区域则表明, 双方的力量可能存在一定交错, 以同盟军目前的推进速度, 预计数日之内, 老街即将迎来全面解放, 以白所成为首的电炸四大家族通缉人员, 在劫南逃, 一个都跑不掉, 同时, 同盟军在工掌地区, 进行针对残余缅军的轻较行动, 意外成功击毙此前逃脱的缅甸政府军, 第十二野战旅旅长昂所令, 这是自同盟军发起邀列二级特别军事行动以来, 第四位被击毙的准将级别将领, 先前被击毙的准将包括九十九十师长昂绝伦, 第七军师常理昂末, 第十七野战军旅长丁昂末, 缅军不少中高级将领不是被击毙或被俘虏, 这对缅军的士气打击非常大, 加上缅军的结构是类似明朝的卫索兵, 战斗力极差, 战士稍有不顺他们不是逃跑就是投降, 目前缅北的战士已经接近收尾阶段, 同盟军三兄弟这几天太厉害了, 以一万多人的主力部队, 居然能把拥兵四十万的缅甸政府军, 打得节节败退, 同盟军收复清水河、蒙古、滚弄、 磅塞、拱掌五个镇区, 还有清水河、蒙古、 磅塞、金三角、 杨龙寨五个边境口岸和通道, 另外,意外拿下木解南砍等重要地方, 时隔六四年再次收复德昂军胜地, 收复南散, 甚至同盟军成功的攻占了最远的华人聚居城镇小梅, 将战线扩展到了几乎所有华人聚居的城镇和地区, 而这一次, 中方直接对四大家族中的三家罢出通缉令, 此举影响比之前更大, 因为四大家族直接关系到, 活敢的权力结构和势力范围, 而且他们与缅甸中央政府密切相关, 外界有传言称, 四大家族和缅甸中央政府, 有着密切的利益纠葛, 前者向后者提供了大量的资金, 而这些钱是不是干净的, 恐怕很难讲, 既然如此, 对于中方新发布的通缉令, 缅甸政府会采取什么行动, 就非常关键了, 然而不管缅甸政府或者四大家族怎么想, 中方的态度都已经足够明确, 中国公安部在通缉令中, 特别提到的明家覆灭的情况, 就是在告诉四大家族, 他们的结局已经是注定了, 通缉令上的十个人, 最好认清形势, 悬崖勒马, 自己投案自首, 以争取宽大处理, 如果还是心存侥幸, 妄图对抗, 明家落的什么下场, 被点名的三家, 恐怕差不了太多, 也希望缅甸来能认清形势, 乖乖交出这十名逃犯, 好了,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, 我是主播老黄瓜,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,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